诸法实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叫诸法实相 一切诸法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是科学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命题 到现在还没有人公布 那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一切诸法从心向神 一切诸法就是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里头就万死万活 是从我们心向神的 我们听不懂吗 我们听了怀疑 怎么是我心向神 真的一点不假 确实是心向神 这一桩事情 科学在最近的二十年 才把这个谜底集穿 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土地 你看科学 在这个地球上四百年 一代接着一代 一直到最近 才真正把什么叫物质 搞清楚了 物质是什么 心向神 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就讲过 现在才发现 原来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是什么 是念头 波动现象 波动现象里面 产生的幻觉 这是科学家发现 科学家这一句话 解释得很清楚 跟佛经一样 可是我们如果没有科学的修养 听不懂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么学过科学的人 一天就明白了 物质真的是假的 存不存在 不存在 实实在在 不存在 我们是误以为他存在 他就像电视屏幕里头的画面一样 画面有没有 不能说他没有 也不能说他真有 你要说他没有 看得有啊 我们六个能探圆的道啊 眼能见到 耳能听到 鼻可以闻到 身可以接触到 怎么会没有呢 不知道 能接触的身 能够齐心动念的心 跟外面所有六层的对象 全都是假的 啊 通通是 念头 在高频率之下 产生的幻想 这个频率高到什么程度 啊 现在我们算 计算的单位 有秒 一秒钟 他的波动就是生命 有多少次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念去一本赵子 感谢观看